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订阅 转发 打赏 小黎叔 你在哪儿 我在酒店工作呢 有什么事情吗 有件事情我想当面跟你说 那我去酒店大堂的咖啡厅等你 好啊 没问题 你一会儿到了之后呢给我打个电话 我马上就过来 好 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 怎么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啊 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啊 小黎叔 带我爸去美国看病的事情 我认真地想了想 还是我自己去吧 我不想麻烦你 我知道 之前你说你要去考察什么的 都是为了让我安心 你为我做的事情 真的太多太多了 我越来越觉得 我不应该再让自己这么心爱理得下去 而且 我还是没有调整好自己的内心 我觉得 我自己去美国 会更理智 更可观 更何况 你还有那么多生意上的事情要去打理 不管薇薇能不能帮到你 她现在也刚刚起步 很多路都需要你去指引 在她人生这么重要的时刻 我认为 你更应该陪在她的身边 我真的不希望 我耽误了你们的事情 美娅你知不知道你突然间跟我说这些好奇怪啊 跟我说实话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 告诉我 没有 什么事也没有 都是我自己不好 对不起小黎叔 是我不好 我太反复无常了 无论如何 无论如何 小黎叔 我都要谢谢你 谢谢你给我推荐了 带我爸去美国治疗的机会 趁着这次出去 我正好也可以想想我自己的事情 想想自己未来的打算 小黎叔 还有一件事情 我想请你帮我 我不在国内的这段时间 希望你能帮我照顾我的姐姐 杜若南 虽然她现在已经搬进了欧家 但我还是很担心她 我们的妈妈没了 我真的很害怕有人会去欺负她 虽然她很会打架 但就是因为这样我更担心她 因为不是所有事情都可以靠打架解决的 你懂吧 所以你可不可以不忙的时候 带她出来喝喝咖啡 陪她聊聊天 对了 她最近总在你的拳馆练拳 你要是没什么事也可以陪她去练练拳 有你这样的大哥哥 做她的朋友 我会觉得很安心 可以吗 我知道的 但你对我提的任何要求 我都不会拒绝 没问题 我现在把房子卖了 手头也算宽裕 等我带我爸 从国外回来 前几天后后欠你的 我一定还给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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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